第四棒是畢类手 背号七号 何恒佑 第五棒则是先发游击手 背号九十四号 马杰森 安排在第六棒的是中卫野手 背号七十九号 蔡佳燕 第七棒则是投手指定打击 背号五十四号 陈佳乐 第八棒是中卫之棒的先发独手 背号四号 张翔 第九棒则是右外野手 背号四十九号 田子杰 今天中华之棒安排的先发投手是背号四十四号 曾佳辉 接着介绍本场的主队 由郭里建夫总教练领军为明年U23世界杯备战的中华培训队 安排的第一棒是游击手 背号十三号 高伟文 第二棒是三雷手 背号十号 黄伯瑞 安排在第三棒则是一雷手 背号九十六号 赖俊 第四棒投手指定打击 背号六十九号 陈俊仁 接着第五棒是左外野手 背号零号 潘伟祥 安排在第六棒则是中外野手 背号一号 卢彦祖 七棒则是二雷手 背号六十二号 胡佳俊 第八棒是中华队先发鼓手 背号五十七号 朱伟祺 第九棒 右外野手 背号六号 赖俊仁 今天中华平局队安排的新发投手是九一备号二十号 黄伯瑞 俩町平局队安排第二棒当下左右 有私房 �ël Sindivel 万针数 赦俊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